這次選舉一次下架藍綠啦 你不要亂講話 支持中華民國 信賴台灣 我好好做台地 不過不論誰擔選 總統大選後 就是掌這些股 美佛CPI公布了 美在訪了利空大漲 怎麼會這樣子 CS漲後 AI跟IC設計 會漲翻天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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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蕭北琴Coco 我是趙薩康 哲哲郭哲隆 來看一下 美國CPI公布 美在反而利空大漲 總統大選後 就是掌這些股 CS漲後 AI IC設計展翻天 哎呀 今天很多人就會覺得很好笑 很好笑喔 你已經上身了 你是誰 我是蕭美琴 你學的有像嗎 我太偉了一點點這樣 讓幾句英文嘛 好啊 是不是 美琴 Choose the right person and take the past Choose the right place 你連英文都講不好 我怎麼信賴你們呢 是不是 我一定因為信賴普拿藤 也不要信賴你們啊 怎麼會這樣啊 進來選擇再一次 再一次 我要再一次 好那你再講一次 Choose the right person and take the right path 好啊你選貓還選狗 我選貓啊 這個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啊 1994年的時候 你是不是說 最亂的時代 我就是最好的選擇 沒有我就是最好的選擇 所以選擇我嘛 柯文哲嘛 不是 但我問一下現在是 選前之夜 我很忙 你找我來幹 就是你很選啊 你們兩個在那邊講的英文又不好 不要 信賴不信賴 這樣是怎麼樣 我很忙 我選成之夜 最好的選擇對不對 你選擇了我 我選擇了你 好我要去趕場了好不好 你讓我講個話好不好 我覺得他這次演得不錯 不錯啊 黃韋哲老師 什麼演我柯文哲 不是不是 我柯文哲 你是黃韋哲 最後選擇 黃韋哲 有關於這一次 你也可以 這個好 這個這一次的事情 黃韋哲不是這樣演的 不是這樣演 好不好意思 我再回來 不好意思 柯文哲你要說清楚啊 選後聯合政府 你到底要不要跟民進黨 在一起啊 你為什麼現在連阿扁 也說唯一選擇是暗示你啊 你們兩個有什麼關係啊 下架藍綠啊 就是最好的選擇啦 一定要給台灣一個最好的未來啦 好不好 不要激動 這個這都開玩笑的 我們請教專業的分析師 告訴我們 不論是藍單選 綠單選 誰會單選 還有選後概念國好不好 第一個外資出生的 張宜成分析師 你好啊 老師你好 這個總統監選人好 這個大家好 我覺得今天很像在看這個 全民大門鍋的樣子 真的是非常的這個好看 刺激 對啊 這個藍綠白 對這個藍綠白銅彩 除了在這個辯論之外 好像就在福利社而已 就在福利社齁 對啊 這個我們比較精采啦 好不好 你看我剛才還翻箱倒櫃 找衣服 找衣服 對找不到 找很久 這件衣服是不錯 還不錯齁 有你的味道 有你的味道 幸好有我味道 有你的味道就不對啦 好不好 張宜成分析師 老師的line 小老鼠M168168 外資出生的 哇學精力非常的傲人 傲人 張宜成分析師 老師的line 除了這以外你可以加什麼 點我們的標題 手機拿直的 點標題以後 就可以加line囉 對這邊就有老師的light 連結 連結囉 好不好 加油一下老師 台灣加油 台灣加油 玉華老師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個首先我要先誇獎一下隔壁這一位 哈哈哈哈 這個我覺得這 學的實在太像了 真的太屌了 最台 全台最聰明又最勤奮的啦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再用一次 我覺得你學的比較像猴子 對啊 你知道猴子怎麼樣 你是在罵我模仿的那個人系猴子嗎 猴子你在哪屁股 欸在講我角色也不行喔 欸我不要再講喔 可以啊 對啊 來 好啦我還是先寬來 因為我真的覺得他學的好像 你看到他我整個就笑噴了 真是噴掉了 那我現在還是要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今天有吃雞排大家知道嗎 是 好像沒有人介紹到今天 對對對 這是家鄉雞排 家鄉雞排 希望大家可以換張投票 嘿 這個是回家鄉投票 對 家鄉雞排 不論您支持 藍了 嘿嘿 你好好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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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你是你 不是啊我是誰啦 是好好做事 是我 現在是我 我是on the way on the way 你就像那個老馬有沒有 對 都亂講名字啦 對 是不是 這跟大家 這個我們表演的不代表我們的政治立場 不是不是 好不好 你是什麼 我是Win台灣 Win台灣 小美琴 好不好 主要回家鄉投票喔 民主就是尊重每一個人投票 對 支持每一個人對不對 嗯 陳老師你不要再怪我們了好不好 我們其實我們這邊 這是 要怎麼樣 氣猴 喔 氣柯寶侯 喔 來 氣你啊 你幹嘛 你不要一個柯文哲演得好像一個 上面可達亞 對 可達亞好不好 學的一點都不像 你可以講個話啊 我們事實講話才可以 不能一直都不講話 喔 你這樣沒有火花 不想理你的 玉璃老師來 老師來 小鎖RCH948 來 好像什麼 加萊 記得加萊 第三位就不要理他 演得 除了動作像以外 政治內涵都不像的 來 謝陳諺 柯陳諺老師你好 柯陳諺老師 但是我覺得今天的食物喔 不是 最近你們這個節目啊 這個節目已經開始用食物 這阿扁 沒有對不起 你們最近這個節目 開始用食物在罵人啊 這個不錯啊 你看雞排啊 所以你現在是在暗示我很 是不是 我自己消音很 是不是 是家鄉 重點是家鄉 我聚吃啦 家鄉 既然用食物罵人啊 是不是 這雞排不錯吃耶 不錯啊 家鄉雞排好吃 把他趕香回家投票 這個超好吃 你不考慮吃看 這個 誰付過後再吃 不然你就看到柯文哲今天晚上 犬田之夜不見了 不是 等一下會變這樣 嗯 真的不講話了 模仿錯手 所以要看一下 模仿錯手 陳諺老師的 來 陳諺老師的line 小老鼠GP520 你怎麼不打那個柯P的line呢 欸 KP520 欸 也是可以啦 也是可以啦 也是可以喔 好不好 這開玩笑都沒有代表任何人政治立場喔 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福利社三大保證 不會讓小股 不會讓牌 不配合主力 不制度性行銷 我們不會找那些很怪的股票 而且我們注意風險喔 我們福利社是專業有趣的 哪邊比我們專業 哪邊比我們愛吃的 好 就跟他講好不好 加上雞排蠻好吃的 好吃 不過像這種有加醬的雞排 現在蠻多的啦 可是這個算中高 算高水準的啦 對 先烤再炸 對 這是超肥的耶 超肥 熱量超高 可是還不錯吃 好不好 請教 所以我們這個福利社三大保證 接下來來看下個單元 來 財經大頭條 請Eason老師 你好 CPI公佈後 反而美債 反而利空大戰 我怕這個今天這集播出啊 這個柯文哲不排除提高 欸 有有有 謝謝 他本來選票很多的 跟他 我今天選前之夜就放在這了 好不好 好 就不像 來 不會啦像的 總統大學後就是展這些股 對喔 到底支持誰 我們先等一下賣個關子 先看哪些股票 對我們講股票 這個不管誰當選 會有一些族群會動喔 對 才是重點嗎 好那我們先講一下CPI 當然很重要 公布出來是3.4% 3.35%啦 那這個算是大於預期 原本的預期是什麼 是在落在3.2% 那克里夫蘭的聯儲的預估在3.3% 所以基本上就是比預期高一點點 大概就高一點點 核心CPI也是喔 3.9% 跟這個克里夫蘭的這個預估差不多 但是啊高於這個市場預估一點點 好但是啊公布出來 每股是這個跌還是漲 其實是把這個跌幅收斂開低走高 老師我講一下 這是3.4%還是3.35% 3.35% 3.35% 其實是3.35% 可是四捨五入嘛 3.4%嘛 是不是 所以老師好像其實沒有差那麼多 就對了 對就是高一點點 好 對所以在昨天的這個美股的一個反應上面啊 算是就是先往下來做這個反應之後 又往上收了 包含這個 納斯達克指數啊最後 也是收紅盤上漲的喔 好那今天晚上一樣 在這個除了這個選前之夜之外啊 今天晚上九點半其實有這個PPI 也就是 生產者物價指數 那一樣跟CPI是同樣重要的 那會在這個今天晚上公布喔 目前市場預估是1.3% 所以也是要去 留意一下說攻擊端的這個通膨啊 有沒有上來 對不對如果兩個都上來 那可能通膨還是會 維持一陣子 但是如果PPI反而是往下跌的 那其實代表說 三月份還是有很 欸有很高的機會 欸會開始降息喔 好老師我們去看一下 另外在美債 先跌後漲 對 利空出境嗎 所以就跟昨天的這個股市算是差不多啦 對就是有點這種利空出境的一個位 這個這個意味喔 所以 在美債來講的話也是先殺後拉 然後呢往上走 所以 有看到說低一點反彈啊 欸也是出現漲了0.68% 所以反而是說欸這邊先開低 也先反應 往後長一根啊 對先反應之後這邊再慢慢拉上來拉上來拉上來 陳老師應該沒有體會到這種感覺 欸老趙 啊你怎麼跑到股市來啦 你今天選錢之夜你沒有趕快 重點是你要回答我問題啊 是不是我們選錢之夜 告訴你就是要氣科保護嘛 是不是我們好好做事情 我們好好做做事情 欸這個欸他有講台語嗎 我也忘了 會 喔會喔 他在高雄 他高雄全程講台語 欸 欸這個政治策略我比你還多欸 是這樣 其實是這樣 這樣 夠了夠了 要不要飽 我覺得都可以 都跑都可以 要不要跑都可以吧 重點是雞排不能吃 不能吃 好等一下股票的問題 你再用客文子來解股票一下 好不好 你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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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要已經那個 是這樣 三球水盡了好不好 老師 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 真是很有趣喔 好那這個CPI公佈的前後 在這個FatWatch的機率表 也就是說反推啊 1月份跟3月份會不會降息的這個機率啊 也出現一些變化 欸但是跟CPI公佈出來的數據其實 這個變化算是不一致的 也就是說 CPI是大預期嘛 照理說 這個降息可能 這個機率往下走 但是沒有喔 你看喔這個3月份 這個降息的機率在公佈之前啊 那個時候是68.9% 對不對 但是公佈之後 欸通膨看起來比較高 但是啊 這個機率沒有下降喔 反而提高 來到這個7成以上 然後能提高了欸 對提高 所以降息反而是不減反針 就是要降息了 對 所以真的是有種利空出鏡了 對不起 我剛才太激動了 這不太像照照鏘 這就是要降息 大哥 這就是要降息啦 欸有像欸 這個照照鏘吃飽 要優異一點 這就是要降息了 要優雅 而且有點傲氣 優雅 這要降息了 你是不是這樣說喔 喔是要降息了 是喔 我不知道要演什麼 你不用演 對 你想去演 我想是這樣子啦 你要演喔 要這樣子 他演得比你像喔 欸欸欸 褲子拉高就好 要拉到肚臍 拉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 小美琴幫他拉一下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對 對 我想看這個而已 對 來 好 所以降息 這個紀律上升 3月份 可是 老師 請問你一下 FED官員 何時降息看法不易喔 但是 看法不易 至少降息 陳定局了是不是 我覺得陳定局 那陳定局 那我問你雖然是陳定局 可是你說老實話 那陳定男的事情你要怎麼交代 那陳局 陳局咧 陳局你要解釋一下喔 你不要一直說陳定男喔 夠陳局喔 陳一千 陳定局喔 喔 陳定男跟陳局 陳定局喔 OK 對 怎麼看 這個最近好像都沒有看到花媽 我已經蠻好奇了 花媽 嘿嘿 好像沒看到 欸 花媽 花媽你也會 花媽 我突然想不到他 花媽你不是那個 花媽 欸 不是那個花媽 對 不是那個花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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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陳局花媽 對 是陳局花媽 太好笑了吧 對 那也是因為他下人的關係啦 那另外一步 另外一步啦 扯遠的 好啦回到這個官員的看法 對這個官員的看法 來講的話第一個 在這個 他說這個12月份CPI 大是符合因為就差一點點而已 那欸這個通行也是什麼 走向這個2%回落的這個軌跡 所以也是有考慮要降息 這個是有投 欸有投票權的這一位 這個銀行總裁 另外一個在克里布蘭的這個聯儲 欸一樣有投票權的 他反而是講啊 欸三月份討論降息是維持過早 他還是比較鷹派一點點 但是啊這個機率反推也告訴一件事就是說 這個基本上降息超過7成的話 是真的是有機會發生的 是好 真的機會發生喔 對 又變身啊 那我們看一下下一頁 來 老師為什麼跌32點 你自己說這個是不是到底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故意下跌恐嚇 恐嚇我們選民 一定要支持民進黨 還是什麼原因呢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跌32點 外資空單還增加那麼多 你說為什麼 來看外資空單 好今天這個解盤的壓力比較大 壓力比較大 老趙你這樣子是戒選喔 你這樣有戒選的嫌疑喔 戒入選舉是不是 我沒有戒選 再講我要吃味噌 我要來個味噌囉 好不好老師 好 味噌應該是衛星的意思 對不對 是子彈的意思 子彈的意思 手機響了 手機響了 那天我朋友說越南上空 我很緊張 我想說他怎麼知道我下午要去越南上空 要去看上空舞啦 他去越南看上空舞啦 你看 聽說有人沒有沒有收到訊息 嘿 就是我 嘿我是邊緣人 嘿怎麼這樣子 是不是 那你很適合邊緣運算 你這樣是不是你們民進黨 是不是故意把我排擠在外 是不是 你這種排擠在外什麼 聯合政府 我先問你柯P 聯合政府 你到底要不要把你們排擠在外 老趙老趙 老趙 你冷靜一點好不好 你這個年紀還出來選不容易了 已經不容易了 我還為了誰 你不要太激動 我就是為了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不能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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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這麼激動 你不要那麼激動 你選舉是那個幾十年前的事情 不要老是拿你講買房子的事情 拿買房子的事情出來講好不好 1994年 有我們這一代 又這一代 好不好 我們聯合政府一起來搞一搞 好不好 今天不是要講股票嗎 到底為什麼空到那麼多 為什麼 是不是民進黨在想什麼 這個很綠對不對 你看綠的越來越多 很綠 這個已經揭曉了 這個揭曉了 已經揭曉了 來 空單多 對 我們還是要剪一下 我們是演演的 不要覺得我們怎麼樣 沒有代表我們任何政治資材 不要把我投一車成這樣子 我們是很盡力的演員 好 空單增加那麼多怎麼辦 真的原因就在於這個大選 所以基本上外資其實包含這個CNN 在這個早上也發布一個新聞 說台灣的這個選舉 基本上會改變一些局勢 所以我認為外資對於台灣這個大選 基本上其實是還蠻緊張的 那緊張要幹嘛 緊張當然要去避險 避險去保護說 他們在這個台股現貨當中 已經買了部位了 所以為什麼在這個禮拜 對吧就是在這個禮拜 你看 這個空單又重回到2萬 而且 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到今天來講話算是 近期的一個高峰 2萬6千口 嗯 就是因為選舉沒有別的 就是因為選舉沒有別的 好所以那你覺得選後 會不會回來 會回來一定會回來 就基本上說你在這個下個禮拜一 開盤反應不管是 往上跳往下跳 基本上這個 空單應該說避險的部位 就會慢慢減少 因為不確定性就過去了 不確定性就會過去了 就過去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在這邊你就有機會拉起來了 對所以你發現說 選權的這個一個月 真的是比較震盪 比較震盪 那我認為這邊來講話 不是說這個國際股市不好 或是說你看像這個 輝達其實也在創新高嘛 那大盤台股來講在這邊做震盪 基本上就是選前的一個不確定性 大家不想要太充 對不對 量能你看2700億也是不到 之前還有這個2600億不到了 所以你會發現說這邊量縮震盪 我認為都是算正常的情況 好 謝謝 Eason老師告訴我這些 那玉華老師 你今天感覺比較話比較少 你不能之前我們這邊福利社你贏的冠軍 就是贏了這個怎麼樣嘛 那個什麼 那個趣味競賽的冠軍 你就不想解苦事啊 欸 年輕人不錯 你贏冠軍喔 因為 那個謝承諺不是很厲害嗎 因為他卸掉了 那個謝承諺就是訓掉了 因為你對手很差 所以你把他幹掉 所以你把他幹掉 因為他不是對手 那你要不要來我的團隊啊 我現在團隊太弱了 那個把那個謝承諺幹掉 是簡簡單單的事 那個真的太簡單了 完全非常簡單 我就是謝承諺 你就謝承諺 謝承諺 你會講我的話嗎 那是我瞬間變我 是是是 我跟你講 我們如果以後單選 我聯合內閣我一定找 找不認識謝承諺 柯承諺 柯承諺 柯文哲我都找你來錄柯 好不好 來 那怎麼辦 等一下你可以讓我 柯家燕 柯家燕如果能入閣 我第一個讓他當那個 當財政部部長好不好 來 這個應該當公關比較好 公關 你不要誤化女生嗎 沒有 沒關係 我們還在接股票 今天兩位的分析師 怎麼講都不對 不是我覺得 你知道我從頭笑到尾 你知道我很難講話 這個真的太好笑了 真的 你說一下 那大盤的部分 我也認為下禮拜選後過後 基本上台股會落後補漲 為什麼 昨天道雄指數是 早上是有在創歷史新高的 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 是創新高 然後大家認為說CPI的數據 或 那加上聯準月官員出來講話 所以稍微有一點壓力 可是尾盤走上去 那個走勢是非常非常漂亮 那加上其實美股那幾大科技股的走勢 不管是輝達 那個還有SMC 愛美超維 走勢都不錯 所以我認為 本週台股就是因為選前 大家有些變數存在 所以稍微會有點擔心 稍微有點緊張 那選後基本上就回歸正常的走勢 那根據統計啊 其實選後前 後五日上漲距離大概67% 然後後二十日上漲距離達到100% 所以其實選後行情基本上不會太差 會有落後補漲的效應 給投資朋友做參考 魯老師沒關係 你慢慢不要緊張 剛才你講的 這個你覺得還會再展就對了是不是 對 好謝謝裕老師 醫師老師來 我們都很親切 我們這些政治人物都很親切 很入行 我們都是為國為民啊 好不好 因為我壓力很大 三大巨頭真的從這個地方 沒有關係 老趙 如果 講話比較噁心啊 如果 這個老趙很犀利 他去了幾個學校 去政大 他的母校 因為他講話很犀利 很犀利是不是 變得講話有點噁心 我去演講 我又沒有介入校園 你們為什麼不讓我全程直播 是不是不公平嗎 司法破壞 我們死我頭髮沒有 司法破壞 來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這個也看過了 那外資應該也看過嘛 賣超 小福外操嘛對不對 說錯了 是外資奇過賣超 外資買超 老師怎麼看呢 好我覺得更重要是在投信 投信已經連續十天站在買方了 所以 我們在上個禮拜有跟大家分享說 去年最準的這個其實就是投信的一個 操作嘛 這個底部封 這個一直買一直買 然後後面長兩千點上來 要把這個投信啊 上禮拜討論過 對在這邊買 然後呢 長了兩千點上來 所以目前來講 投信也是連續買 所以我覺得投信動作是比較重要的 後面 有先下後上的行程 我趙少康 我有看過 老師您解盤 真的是 真的是 記得說 沒關係 沒關係 記得投我一票就好 好不好 欸欸欸欸欸 這行有 拉票拉票 聽得出來 拉票拉票 我跟你講蕭美琴 蕭美琴今天畫最 蕭美琴今天畫最少 蕭美琴今天畫最少 他最像然後畫最少 加油好嗎 他有美德就可以了 他有美德就可以了 你要趕快 你不要別人 只變成挖平了 你外表在想 一定要偷我們 再不演會輸 蕭美琴再不演你會被編文化 可是他要演什麼啊 再不演你會輸 講個英文也可以啊 好的 你可以去開車啦 你可以去再看誰去兜風啦 好我要再Eason跟玉華老師 跟我一起去兜風好了 好吧 他講不講不講 越講越不像 所以我們 所以這個外資買到27億 謝謝老師 所以下禮拜有機會漲 對 投信一直買 一直買喔對 那時候我有作證啊 您說投信一直買對不對 投信一直買 來看一下剛才那頁 投信都是買在低點喔 所以你不要覺得現在 17000多點是很高喔 他是低點喔 如果用投信的買 抄思維來看的話 是投信賣的時候還是高點 好我們繼續看 好那再來來講 就剛剛講的這個 國安基金退場之外啊 這個大賺20% 他公布的這個報酬啊 基本上算是 跟這個我們剛剛講的 投信算是異曲同工 當然投信是買更多 因為一直買一直做下去嘛 那國安基金公布了 他報酬20% 好那另外一個 這個國安基金退場 但是啊 選舉行情 剛剛玉華老師就有提到 我們剛剛講的 前面來講是比較震盪的 但是後 就是說這個大選過後 不確定結束之後 有沒有發現啊 幾乎都是上漲 2000年到上一次2020年 對不對 那上一次2020年 我認為算是特例 對不對 因為那一次是疫情啊 你覺得是大選影響比較多 還是疫情影響比較多 一定是疫情啊 因為美股也在跌嘛 所以這個後20日啊 我認為這一次算特例啊 你如果這一次啊 把它刪去不看的話 全部漲欸 對不對 大選完20日全部漲 所以大選完都是漲 去掉這個天災 對 對不對 那你把它包含進去也沒關係 上漲機率一樣有八成以上 所以平均漲幅也很可怕 有4.6%欸 那老師我想請教 你如果扣掉這2.多% 那有可能就5%以上 會更高 就5%以上 就可能接近5%喔 所以我20天等 你大概一個月內 哇 漲了大概差不多800點喔 如果用台股現在漲幅來看的話 800多點 那很誇張欸 對所以我一個小結論就是說 這邊其實不管誰當選啊 不管是這個 藍嘛 這個綠 白 這個誰當選 我認為都會有這個上漲的行程 只是漲的族群可能不一樣 我真的覺得你真會投資 如果 鏡頭沒有take我 因為我講的比較 我講的比較重要 老師 那如果真的你真的會投資 我感覺 如果我們這個國民黨膽產解禁了以後 解凍了以後 你幫我來投資一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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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最重要是誰會單選 對 族群 好像都不太重要 重點是你已經做好準備了是不是 對誰當選 你準備好了嗎 我準備好了 好你這個 謝謝你幫馬英九 那個 搭票 這是他的競選 競選的那個 是嗎 對 競選的廣告 2008年 2008年競選廣告 OK 老師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唉唷 C 字卡 然後三黨 三黨 他們都會有 綠能 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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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服什麼 一服 一服 一服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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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可以接受一服二七嗎 可以嗎 請報告你的證件是嗎 No 你的證件是一服二七嗎 No No 一服 一服 幾個字 不是不是你旁邊 你明確一七二夫 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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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讓他講完一服 If Monday 利多出境 If I have a 綠能 stock I go away foot 需要我翻譯嗎 沒有你外字出聲 可是我翻譯給那些 我要翻譯給那些 那些不懂英文的人 是 好不好 他的意思是說 他如果 如果你 他今天晚上能夠 那你能不能 不是 下週你能不能 然後如果就是說 你很大力的話 到底會不會他覺得 到底要不要進場 I need to change later Go away在哪裡 Go away喔 就是說如果你 你不會大力的 Hug 抱我 他叫Go away就走了 好不好 是這個翻譯嗎 不是 那就是說 綠人概念股 已經有人先進場了 會不會利多出境 會不會利多出境 對對對 因為你多人壓綠人 好 所以你看這個民進黨 民眾黨 還有這個公民黨 其實都有一些綠能 受惠的族群 誰當選會不會 禮拜一利多出境 我認為很有可能 就是說會 可能會先開高 不管哪一個 這個 這個 當選 所以你開高 你現在手上有的 你在壓這個行情的話 我認為你如果在下個禮拜一 你手上有這些股票的話 欸有看到開高 有賺錢 你可以先跑一趟 然後再觀察說 欸震盪之後 欸有沒有一些 比較直穩的一些跡象 因為啊 我認為啊 這三黨不管哪個當選啊 其實解決缺電 解決水資源 都是這個 台灣後面繼續 要繼續做的事情 繼續做的事情 對是不可能停下來 所以為什麼這三個這個族群 都有所謂的綠能重電 其實都是目前 台灣去面 面臨到的一個 需要解決的問題 老師 那我們講一下 你講說綠能重電嗎 綠能來看一下 華城 華城 好我們今天選三個華 對不對 因為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總統 中華民國 對 中華民國不能滅亡 是不是 玉華 玉華 對對對 那沒有玉華這檔股票 沒有玉華 對我們選這個華城 嚇死了 嚇死了 是嗎 要選下室的製程 選選玉華而已 好 華城 中華民國 救下一個 國家 救下一個城堡 好 要保衛這城堡 是不是 是是是 第一個華城 1519華城 好 他當然是所謂的充電站啊 不管是在國道上面 未來的這個 加L站要輻射充電站 其實都是目前的一個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家公司 那當然他也有受惠到 之前台電公布的這個 強潤電網計畫 那目前啊 他已經公布了 去年營收是創歷史新高的 那今年營收 2024嘛 要再挑戰雙位數成長 這個以一個重店族群來講的話 這個營收有雙位數成長 在今年又要再實現的話 其實是一個很強的動能 所以為什麼他股價在去年 是很強的 那在目前來講 整理大概一個半月之後 這邊又悄悄上來了 所以下個禮拜我認為啊 真的是有機會來挑戰這個歷史前高 而且老師這個 在清清中中好像 青州以國外從商 真的 這是華城 下一個中華民國一定是巨大 巨碩 堅毅不拔的 華碩 好 中華民國 我一歲 你先準備下一個 下一個 華航 華航我還在想 你等你一下 你先準備一下 好 謝謝你 第二個華 第二個華 華碩 華碩當然就是AI AIPC 目前CES展上面 待會兒又談到 現在是如火如荼 在公佈新品 我認為這個目前AI 或者說這個消費性電子 是很興奮的 因為現在很多新品 真的是 可能是超乎很多人的想像 那當然未來還有進一步的變化 那以華碩來講 之前有這個庫存問題 NBPC都是比較不好的 但是經過近期的一個表現 再加上明年伺服器顯卡 2024年要返回一個成長的路徑 所以這邊衝上去500塊之後 休息一下 雖然最近這一天有跌到月線 對不對附近 但是如果能夠快速再站回來 我認為是有機會的 也就是說 這張股票 拉回到月線以下 可以把握機會 下面我 故意放這個什麼 大戶持股 你會發現 600張以上持有華碩的這個大戶 你看比例 不斷在增加 而且在 你看下滑的過程當中 這些人也沒有跑 是 也沒有跑 所以第二個滑 滑速 AI有關的 好 謝謝 第三個滑 第三個滑 中華民國就像航行在 大海上的航空母艦 屹立不搖 滑航也像滑航的飛機一樣 翱翔於天空 滑航中華民國萬歲 非常好 請問你 請問你 很好的 非常好 請問你 美琴 為什麼你說中華民國是個災難 中華民國萬歲 來 台灣 is win 台灣 is win 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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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 你是美琴嗎 我是美琴的 山在板 好 山在板 來 山在板是這樣 都會有一點缺陷 外資是真的 你如果這種英文能在你外資會嗎 我覺得他在 美國應該生活不了 生活不了 好不好 來 華航 好華航 那華航真的就是 跟國民黨比較有關係一點 是 假設 這個所謂的這個國民黨這個候選人 當選 謝謝 兩岸的 經濟關係啊貿易關係 當然就是會比較活絡一點 所以兩岸能不能再重啟過去的一個 這個什麼 這個觀光上面的交流 那當然就是會落在這個華航的股票 股價反應上面 所以 以這一檔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在這個觀光 兩岸開放的話 會是一個額外的利多 那當然在他原本的利多 他其實在 去年啊2023年 對吧 就是剛過完的這個營收啊 他是破紀錄的 對不對 在疫情過後 他的營收已經先行破紀錄了 所以 他基本實施 這個應該說基本盤是不錯的 今年可以持續在 有一些轉單效應啊 像近期的這個鴻海危機啊 其實有一些就走空運了 那所以在這個 這個競選結果 對吧 如果是這個國民黨勝利的話 那真的會有一個 慶祝行情 好 謝謝老師 好不好 謝謝老師 哇 你看他華 他已經暗示他的政治傾向了 三個華 是不是 就告訴你 他最喜歡誰你知道嗎 他最喜歡的是楊玉華 好 沒有 他應該是最愛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最愛中華民國 你看政治的意味已經明顯了 太明顯了吧 好好做事情 是不是 中華民國啊 中華民國 你也支持的喔 好 那中華民國是不是災難 中華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是不是災難 不是不是 當然不是啊 不是不是 好好好 Eason老師的Line 所以小老鼠 M168 168 或點我們標題有連結 還是要強調一次喔 你們不要入戲好不好 不要入戲喔 我們那個不代表我們支持誰 好不好 都沒有 都沒有 等一下 我再變回來了 來看下個單元 熱門我最貼 M31 跟中山 老師 M31 來先跟你稱讚一下 你這不錯 以後這個擋場喔 我真想交給你來照顧一下 好不好 來看一下 來這邊有沒有看到 你這個股票 那時候講的時候 12月29號嘛 那時候股價多少元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時候股價1060 老師現在多少啊 對 已經20 20%了 真厲害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股價 漲到1280了喔 所以這個M31 我們在這個 去年的最後一天 跟大家講說 他在這個元月份 就要開始解禁出關了 會有補漲的效應 哇 真的就是一天一天 一週一週漲上來喔 所以在這個今天來講的話 收在今天最高點 也是歷史新高喔 所以這個M31 也就是代表IP 矽智材嘛 所以我們過去更多跟大家講 這個AI晶片 這個晶片 當然就是最核心的 走設計這一塊 就是矽智材相關的 所以在這個M31 在出關之後 真的跟我們講的一樣 來做補漲效應喔 所以我認為在下個禮拜 都還會有這個 在網上攻的一個空間喔 所以 這個是第一檔 第二檔的話在1560中砂 中砂來講的話 在下個禮拜 這個台積電的法說會 就在禮拜四就會召開了 所以在近期 其實真的會有一些 IC封測啦 還有這個半導體設備商 像中砂就是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我認為在今天 中砂其實盤中197元 是創下歷史新高的 所以 雖然今天大盤還是有些壓力 但是 這些股票 半導體族群其實 表現都還是不錯的 下個禮拜 法說 台積電法說會的前後 基本上都還是有這種 壓寶行情的空間喔 好 這中砂好不好 你看又中又滑 我怎麼覺得他一直在跟我調琴啊 太明顯了吧 是不是 你看他平常都不跟你調琴的 蕭美琴也不調這個琴 是不是 結果你看 又滑又中砂 你看 M31啦 嗯 3號 第一名 你搞什麼 你看3 1就是沒有2 你這樣子我跟你說真的 你要是這樣子 這麼支持我們中華民國 啊 職人單選怎麼辦 那個M是那個minus 好minus 3-1等於2 欸 欸 欸這數學不錯喔 1 2 3 1 2 3都有 M31的意思是 不要投3號 投1號啦 氣喉寶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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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1啦 你們別吵了 我們會贏 嘿 你會贏嗎 然後這檢視台灣什麼 台灣 is 台灣 win 就意思了 老A出來了 台灣 is over 不好意思喔 兩個動詞不要一起出現 台灣 is over 對耶 大家斷動去啦好不好 前我在醫學院教書的時候 你也知道我念書也是第一名喔 很多學生會兩個動詞一起出現喔 嘿 這不是很好 我報告拿起來我就丟過去了 丟過去了 丟過去了 我都哭了我跟你說 陳情跟廣達 琴辰跟廣達 嚴禁 沒有關係啦 不要怪老趙啦 不要怪老趙啦 M31 他今天臨時來客串 不是 我學1 我學詹 尤其你這邊外資的分析師啊 minus 31 3 應該是3M1 他居然可以M31變3M1 那我陳情跟琴辰也差不多嘛 來 老趙你不要再硬奧了 好不好老趙 好來我們現在看一下821年的琴辰喔 那琴辰是伺服器機殼大廠喔 全球市貸率大概13%喔 那因為他目前切入AI伺服器切入了非常的早 所以第四季已經犯了要出貨了 那第十二月份的營收18.1億元喔 是創下歷史的新高 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第四季的營收也創歷史新高 整年營收也創歷史新高 基本面非常的扎實 那以今年一整年來預估來說的話 去年EPS約7塊 今年啊 在伺服器的成長需求持續看好之下 而且啊 因為AI伺服器的毛利率上升喔 今年有機會挑戰13塊 大幅成長80%喔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啊 本週就在那邊相形的震盪整理 前面那個高點喔 下週啊等選舉過後 行情補量一上來 這張股票是率先有機會噴出去的股票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喔 管達老師這哥怎麼看 好接下來我們 中華民國的華對不對 對我是第四個華啦 第四個華 好我們來看一下廣達 廣達部分喔 其實大家就很耳熟很小就是老AI嘛 廣達偽創跟技嘉 那其實廣達今天的現行 你可以發現喔 這三天其實大盤在那邊相形震盪 就呈現一個小區間做震盪整理 可是他已經 慢慢的已經衝出去 今天股價是創下近三個月來的新高 那他主要的題材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AIPC 他的PC的佔比大概約 佔營收比例約45% 所以他PC比例是很高的 然後加上還有2AI457的奇才 今年喔 整個營收看起來也是會呈現雙位數的成長 所以在多重奇才加持之下 以去年來說的話 EPS預估大概是9塊錢 今年預估大概是13塊的實例 所以這兩股票在基本面這麼紮實 剛好整理到這個時間點喔 我給各位一個很簡單的觀念 大家不知道還有印象 幫我切周線 周線的NNCD 下面指標切NNCD 他的周線的NNCD 本周是第一次翻紅 我上次有跟各位分享過NNCD 第一次翻紅至少會有8到12週的行情 然後加上啊 他從那個去年7、8月的高點 280幾塊拉回到現在這個時間點 季線也 前兩天已經正式翻揚向上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這個價位 非常的物超所值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個廣達的部分 好 那我再補充補充一下 因為既然講到廣達 怎麼叫音質差來差去呢 差 這有什麼梗嗎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梗 沒有梗 因為我講的話一定要 你這麼多梗嗎 因為今天梗實在太多了 我已經多到有點 到底混亂 到底今天是什麼節目 來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順便看一下偽創 其實偽創3231偽創 一樣跟廣達線型很像 一樣是整整理了一段時間之後 拉回底部越打越漂亮 然後季線現在也 季線現在也正式翻紅 加上一樣大家可以切一下 那個NNCD的周線 看一下就是 NNCD的周線 現在也是第一周的翻紅 所以其實整體來的狀況 其實選後我認為 這廣達偽創技嘉 大家都可以持續留意 因為每一股來說的話 揮打股價已經連續 四天創歷史新高 加上SMCI股價也是創歷史新高 整體的狀況表現都不錯的狀況之下 下禮拜啊 這是相關的族群 大家是可以值得注意的 好喔 欸玉娃他偷渡 偷渡 偷渡一膽喔 偷渡一膽喔 好不好 不過至少有說 這些比較之前老AI 看起來有機會噴出好不好 另外一個 陳映老師 藏榮 阿不對 柯P 藏榮 還有信心 你今天晚上聽說要在 藏榮基金會前面的管達 不是管達 凱達 格蘭大道 辦 辦那個選錢之夜 藏榮基金會前面在凱達 就是凱達格蘭大道 老師 你怎麼看 你今天不是找我來專訪嗎 對 結果要截股票 我沒有準備 我是拖住你那你不要去選錢之夜 我沒有準備 沒有準備 那好 是是是 不好意思我請我的助理 謝承諺來跟他 但是有一個問題 你們節目太沒有 太不用心了 你看 到現在我都看不到遠方 你看 對啊 怎麼給我一隻這樣子的眼睛 趕快 好 其實藏榮是這樣 不是 怎麼也是這樣 你剛剛不是有助理一下這樣嗎 那現在就是柯文哲捷股票 沒有啦其實藏榮是這樣 沒有啦是這樣說啦 是這樣說啦 其實最近因為運 突然之間拜登又跳出來說 怎麼樣要要要 這個去教訓一下夜門等等 所以運價又衝上來 也確實這個禮拜 這個運價指數也漲了這個 15 16%左右 但是我要特別提醒大家 最近大家在看長榮 有沒有感覺就是 一直跟著這個消息面上上下下 但是 看長榮不準 我幫我切一下陽明好不好 幫我切一下陽明 如果你去看陽明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他 在消息面的影響 反而受惠沒有那麼大 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們下面切一下投信 你就會發現說 長榮還有買盤 是因為他還在高股息成分股 但是你看陽明投信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買盤 我覺得這比較能夠反映出海運真實的狀況 所以接下來當然 短線的這種消息面影響 還是會刺激運價的上漲 長榮相關的股價上漲 但是我認為逢高 好不容易有機會 如果能夠再往上走 把它做一個解碼 因為坦白說 農曆年過去以後 就進入海運的淡季了 我會比較平心而潤 這個我不會有任何 要各位氣腸保養 或氣陽寶藏這種效應 好沒問題 好 不要氣腸保養或氣陽寶藏 兩個都氣 是不是 來 好 再來我們來談一下 訊息 那基本上 訊息各位可以看得到 雖然我看不到 但是你應該看得到 就這個股價整理過 連續這幾天 柯文哲 你好 如果你就看不到中華民國的未來 中華民國怎麼可以知道 這個我很早就說過了 我們已經看不到台灣的未來 如果你沒有選擇我 你選擇了我 我選擇了你 我選擇了 你看到台灣的未來嗎 不是只有美德就可以帶領台灣往前走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訊息 好不好 你看 股價整理過後 這句幾天上 當然有一個很重要 其實也是我 今年非常重要的關鍵是 邊緣運算 我大聲喊 你聽到了嗎 這個很重要 你好 什麼意思 你可不可以一直人格分裂 怎麼能夠分裂 然後以為要柯P 是是是 治理台灣不容易啊 本來就有多重的這種角色啊 這個很重要 你要這樣講 你說台灣的地位就很邊緣 對 邊緣人啊 政治邊緣運算 邊緣運算 這個是不是 是不是 有沒有聽到啊 然後來一下 這個邊緣運算再拉起來 再來 而且我知道柯文哲老師 你最近很常模仿一個謝承諺老師 是是 謝承諺老師他是很討厭 而且 他一直用別人大人有大量 老趙一直假冒哲哲來留言啊 對 我說有沒有聽到 他就給我第一個喊說他聽到了 我說我才有發這麼大聲啊 我才有發這麼大聲 你吃肉太贏喔 那個哲哲對謝承諺 吃肉太贏 台灣一定贏 是不是這樣 好 那因為那個承諺老師他才模仿哲哲 他才用哲哲哏 那用大人有大量怎麼看這樣 我沒有模仿他 我完全copy啦 是不是 copy catch 最近的大人的大量股 大人的大量 真的大人大量 大人的大量真金啊 真的真的 怎麼大人有大量你解釋一下 好我跟各位講 基本上是這樣 你千張以上這個叫大戶嗎 那我們用更簡單的講 叫大人 因為他有 有消息來源 有訊息來源 有資金 如果他已經領先佈局 代表他對這個股票的未來 有強大的信心 那當然這個量要買夠多 第四大法人 還要買夠多 量買得不多 還不算什麼 那買得夠多 代表他整個壓寶下去 壓寶台灣的未來很重要 所以大人有大量 對 所以我們其實這個也是 同樣的是大人大量 好 那加上 他鴻海轉投資 CPO CPO 細光澤的體產 大家持續注意 好不好 這個等一下我要去這個 買到啦 沒用我先來走 先來走 來今天任務 結束一半了 結束了 來我們來看 陳彥老師 那個因為他今天不在嘛 對 就不要介紹 我幫陳彥講幾句話了 他進來我的團隊以後 表現很不錯 來去架一下他的line 好不好 好 GP520 小屬GP520 好我們來看一下 小屬GP520喔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股市甜甜圈 蕉甜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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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玉華老師 玉華老師 你是不是支持中華民國 你有個華誌 你不要讓我滑一跤 這要問我媽才知道 問你媽 因為這名字他取不是我取的 對喔 你媽支持中華民國 我回去幫你問 好好好 可是有點來不及 好 回去來一集 來一集 你還可以改變 我可以改變那個 改變選票永遠不辭 好 氣科保猴 記得我好好做事情 而且我們是趙子龍 七進七出 那個IC設計 你哪有七次 你不是才一進不出嗎 只進不出喔 那個 不要這樣說 年紀到了算大一點 還是趙子龍 老趙你不要太誇張了 我知道你的身體狀況 我不只七進就是我老單一狀 我醫生 醫生 醫生 來來來看一下 這個真的太好笑了 來 IC設計 老師 所以你要支持醫生 所以你要怎麼樣 你幫美琴拉票是不是 美琴 謝謝 不是我是在叫Eason 你不要誤會 Eason 我是在叫Eason 一個Eason 一個Eason 投一票 投Eason一票 還是投玉華一票 投中華民國一票 來 事業市長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C的展覽有一些亮點 然後其實最主要亮點就是AI 為什麼 其實我有時候看 最近看一下這個展覽 其實剛開始我會覺得 真的是AI 像一些AI PC 一些新產品 華碩 宏肌 維新推出很多的新產品 可是看到最後我以為變成車長 因為全部好像各大科科技公司 相關的 我知道 我查個話 為什麼因為看到很多小朋友 對不對 沒有 是真的是車長 真的車長 好 那個是順便的 順便 Bonus 對 然後 所以說你從這地方就可以發現 其實好像 接下來的應用 基本上就是往AI相關這方面去應用 那只是AI結合 就是像剛剛陳彥老師說的邊緣運算 結合到底是結合PC 陳彥有來 今天有來喔 剛剛是陳彥還是科先生 我都忘記了 好 來 好 那就是AI結合PC AI結合手機 AI結合像那個汽車的部分 全部都跟AI相關的結合 好 那我們現在簡單來看一下 本屆的C的展覽 即將進入尾聲 那此次的主軸 能圍繞在AI的產業 那特別是AI結合汽車等的應用 也有多家車廠發表相關的概念車 其實除了應用之外 很多相關的一些車子也推得出來 那包含的部分 包括 包括AMD NVIDIA 德儀等大廠都特別推出 車用產品的 那個相關的新產品 及合作的計畫 那顯示 AI與車用 即將結合未來的一大的商機 所以這部分商機大家要值得留意 就是等於說 AI不管是跟哪方面的結合 PC 手機 甚至原本的伺服器 大家都不要忘了它 這是接下來未來的發展 那基本上AI我也是認為說 選後原則上也是 會受惠的族群 因為基本上這是一個長線的大趨勢 不可能有任何人去遺落它的 所以相關的族群 大家是可以值得留意的 好 來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車殼只是輔助 好 左手只是輔助 灌籃高手小車繼續挖 有嗎 右手才要春春的出力 抓頭 抓頭 右手還真的出力 你看我今天會處理 哲哲給我的 送我的手套會不戴 是不是 老趙 你的兩隻手應該很少派上用場了吧 是不是不需要 不需要 謝謝 來 好 車殼只是輔助 因為接下來的汽車 可能跟我們現在的汽車想像 會稍微有點不一樣 因為現在很多大車廠都推 AI 相關 去結合 汽車的部分一些相關的最新的車款 那包含 是什麼叫做 AI 才是本體 什麼意思 以前升級是說 車殼有些外型 滿漂亮的 然後內裝滿漂亮的 你現在說 AI 是主體 是什麼意思 簡直說是說 所有的相關的功能 像自駕車原則上就是結合 AI 對 你如果自駕車的系統要好 包含一下 他偵測前面有沒有人 然後安全性的等等 那其實就是要靠 AI 相關的去做輔助 是 所以接下來的各大車廠的發展 重點就是往這個地方 喔 就是說不是往車殼 不是往外型 而是往科技化 如果升級update 是告訴你我多科技化 就是多科技化 然後可以輔助到我們的生活 讓我們可以生活更方便 開科起來更安全 甚至可能在車上發呆 開車子自己都會走 安全的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來看這個車子喔 這個我們特別找的喔 Alpha above Alpha above 應該是在面吧 這個是不是 然後本田的這個 Space hub 這個 感覺有點像那個USB 前面有沒有 USB槽 其實這也蠻像 是hub嗎 其實看這個照片 我說真的不會想買 其實長得不是很好看的 對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話還是要 我覺得外型還是要顧 外型顧好之後 就它裡面的硬體設施 一些相關的功能 要人真的輔助到我們 像我老師真的不太會開車 如果能輔助我這一塊的話 我覺得 哇那這個東西 我應該是會非常想要下手 好 謝謝老師 來 那我們來看更了解一下 軟體定義車的定義喔 那今年CS的亮點就是軟體定義車 它是止汽車大部分的操作 都能透過軟體管理 並創造全新車載體驗和功能 那一萬車廠進出的規格 包包給Tele One 供應提供您組件 但現今 已慢慢改為車廠主導東應3 開始自行設計 軟硬體的系統 無法再像過往有零組件的通用性 簡單來說我們下面看一個簡單的表格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傳統汽車跟軟體定義車的差異喔 那主要運作核心 以前傳統汽車就是硬體嘛 就是引擎 我引擎要躲好啊 車價等等的 那軟體定義車的關鍵就是 我說的是在軟體裡面 在系統那一部分 看能不能輔助到我們的駕駛上的安全 甚至讓我們的 坐車的體感更舒服那些等等的體驗 那 差異性在車體模組的地方 傳統汽車大於200 然後軟體定義車比較小大概30 簡單來說就是傳統汽車 因為裡面很多零組件 可是它那個模組有200多個 要把它結合起來一台大大的汽車 可是軟體定義車的話 它很多的東西一體成型 所以它的車體模組的部分 相對來說就會比較少 那 差異 像軟體定義體成型 以前手機 也是在那個瓦 自從蘋果的手機出現以後 才會有那種一體成型的概念 所以以前你記得電池可以換 現在電池不能換 對 因為它就是硬體 應該說不容易換 以前可以自己裝換 換電池換電池就可以了 對 但這是未來的趨勢 這是未來的趨勢 那包含176的數量 傳統汽車大概10到30個 那軟體定義車大概100到150 那什麼是ECU 它ECU電子控制器 就是用來控制汽車電器系統 電子系統等等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其實 主要就是輔助接下來開車上的安全 讓甚至讓你的開車體驗 音樂 那等等 甚至空氣 完全就是在這方面 就是往軟體定義車這方面的角度去做開發 那這也是接下來 核心的重點 那硬體的成本就是傳統汽車較高 那軟體定義車較低 老師你真的真的 雖然你不太開車 可是你蠻了解車子 因為我是蠻 我覺得這年輕人不錯 等我選上以後 我們聯合政府 交通部找他來當部長 OK嗎 好不好 找他來當部長 我看他對車子 很了解 其實我興奮的原因是 因為我真的不太會開車 沒關係 我們通常在交通部長的對交通都不太懂 以後 可你了解科技 我們的部長都是這樣 沒有問題 科技部長來 科技部長來你當一下 好不好 我們科技部隊科技也是不懂 都可以 老趙 跟他溝通一下 我到底要答應誰 好像都不對 Eason老師就是當那個 財政部部長 好不好 幫我們解一下 不行 他對錢這麼厲害 不行當財政部長 我們每一個部長 都要對他的東西不熟 不熟 我們希望是這樣 好好好 他怎麼 你到底是在搬科文子的拉票 還在搬科文子的敗票 對啊 這組合的邏輯怪怪的 對啊 來來來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快速來看一下 好 各大廠都在推車用晶片 這是我剛剛說 其實各大廠除了相關的一些 AIP系的晶片之外 其實車用的部分 包含 Andedia他其實 推出的這個系列 透過B真的高解析度 代入模擬代入用於自駕車訓練 虛擬環境 以提高其自駕車的準確性 簡單來說 他是Andedia driver系列的這個晶片 就專門就是在 汽車用的這一塊 對 那接下來 AMD Resom 嵌入是V2000A的系列 也是主要瞄準新一代汽車的座位數倉 那涵蓋 資訊娛樂控制 數位儀表點 乘客顯示器 其實自動駕駛等運算 就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這一塊 就是我們那個行車上的體驗 AMD也在往這一塊 那英特爾啦 SoC的晶片 就是結合AIPC 英特爾資料中心的技術的優勢 在多一個座位系統上 同時上的運行 其實 從這地方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 美國那幾大科技廠 除了像 伺服器的晶片 筆電的PC的晶片 現在連車用這一塊 他們也不缺席啦 也不缺席 包含 回答AMD 英特爾都是一樣 好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美女 那個美琴 美琴 妳要講什麼 妳也要招攬這個年輕人 英文講一下 好 After CES 古老的 AI 或新的 AI 哪一位會不會是 好 哦 欸不錯喔 我居然聽得懂 他說 CES長以後 好 很好 CES長以後 那個新的 AI 舊 AI 新 AI 你意思是這樣嗎 是是這樣 他說 CES長 舊人不去新的不來 舊的Eason 跟新的 第五話 要哪一個比較好 藍綠通通下架 讓我們白的來 沒有 你別翻譯有問題 我翻譯有更多翻譯喔 你怎麼可以 汙辱我們中華民國 他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CES長之後 要改朝換代 藍綠下架 讓白的來做 什麼 什麼下架我 台灣才有未來 對啊 來 你是胡白講 我就白的 我就是白的 就變成 集中選票 不要白頭了 不要白頭 都是這樣 吃白麵 他說 我以前是醫生 像你這樣亂講的 我報告就丟過去了 我跟你講 你以前是醫生 有的一輩子都是醫生 詹依辰醫生 醫生 這個也是醫生 這個年輕人不錯 也是醫生 你要不要來當我的行政院院長 我有問題 你是為了模仿抓頭還是真的癢 其實我 他為了模仿特文哲 他十天沒有洗頭 這不容易 而且這都看不到 台灣的道路你都看不到 中華蘋果一定贏 我要告訴各位 台灣的道路真的看不到 夠了 我覺得真的太好笑了 這一集 所以你說 新AI老AI哪一個會不會漲 新AI老AI會一起漲 基本上我覺得兩個都會漲 兩個都會漲 好那我們快速來看一下 好 看一下這些股票 先看這外資都買賣超 好 頭信都買很多嘛對不對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直接看那個線圖 好 有推薦兩檔股票給大家 第一檔就是6531的艾普 好那他主要是記憶體IC設計公司 那他產品非常的廣放 好不只消費性電子產品 就包含筆電啊 這一塊他有非常的琢磨 然後汽車電子產品 也有相關的佈局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12月份的營收4.66億 月增50.6% 年增68.6% 其實他的12月營收成長幅度 非常驚人 然後去年EPS估9塊 今年挑戰12塊錢 其實他整個很明顯的產業成長區 是向上的 那到現在這個時間點喔 來我們放一下線型喔 他今天創新高稍微有點拉回 其實我跟他建議不用害怕喔 如果不想去 假設有種害怕去追高 那你就是像類似這種股票 幫我切實日線 你會發現喔 這一波上漲的過程當中 顏則上他就是沿著實日線 這樣緩步的做上工 所以類似這種長多隔絕股票 就是回實日線 就是一個絕佳的進場點 拉長一點看看你就知道了 真的很漂亮是不是 對 你等一下 就他就沿著實日線這樣上工 所以選前還是表態 是不是選後更會表態 所以我有機會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講 所以要跟大家講 所以你蠻看好艾普的未來組織 蠻看好艾普未來組織 好 這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是艾普 那第二個就是3035支援 他今天也是 柯P你又先講什麼話 艾普人是不是 對 你艾艾普人 這形象怪怪的 這是我的團隊的 你的重點是抓頭還是抓龍 因為一定要抓頭 所以我要用這隻手 你抓 右手抓頭 左手抓龍 我後來也發現 確實 可以抓頭跟抓龍 老趙 你的手 應該要休息一下 抓龍 嘿 好不好 我們兩個組聯合政府是蠻適合的 是不是 可是你今天選前不到24小時了 你還是沒有表態 你聯合政府到底有沒有秉除 秉除 美琴 有沒有秉除民進黨 你表態 老趙 老趙 你不分區的 你還找陳昭之來 交通部長 交通部長 行政院長 我都已經大辣辣的指定了 現在的年輕人帶領我們 你是哪一位啊 我是Coco啦 我也是年輕人 是 我跟你講 你為了職位 你為了職位的上位 不擇手段 你來 你來當我的秘書 沒問題 好不好 我原來那個秘書 我叫他滾蛋 給我買這個褲子 每次都穿到肚臍這邊來 太不舒服了 買一個眼鏡還沒有見片 好來 所以 那我有什麼問題 對 我覺得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講一下3035的 抓龍 艾浦啦 阿智元呢 好智元我們看一下 近期 第一集進入車用市場 那他近期傳出接獲大陸的自駕車的 晶片的設計的訂單 對 那今年來說的話 挑戰 去年EPS的估計是大概7塊錢 今年接著挑戰12塊 成長幅度也是非常近 大概成長60%到70% 那在目前來說 是在ESIC跟IP族群中 本益比較低 約35倍左右 因為股王目前是在這個族群 那股王啊 其實是36640KY可以看一下 近年股價跟資源一樣都創歷史新高 那他 以他今年的獲利預估來說 大概EPS可以賺60塊 本益比現在大概60倍 那另外一檔 343的創意啊 以今年的獲利預估 本益比目前大概是40倍左右 所以相對來說這個時間點 既然股王都已經在這個族群 很明顯表態說 這個族群就是資金喜歡在的地方 而且是整個族群的趨勢 大家是市場上喜歡的 所以反而覺得 本益比目前相對較低的 3035的智元喔 那個選後 大家還是可以留意他未來的走勢喔 好智元的部分 那選前代表支持誰 這個不方便說 謝謝各位 謝謝 好沒問題 謝謝 謝謝 謝謝趙先生 還有禮貌 很有禮貌的年輕人 就是趙子龍 來 747出 我跟你講 7進7出 你是沒看過我 10幾進10幾出是不是 柯平你小心一點 小老鼠RI寫去 948 948 好不好 這個要加我們LINE好不好 如果覺得我們的節目好精彩 今天表演很棒的話 然後你在我們的大悶鍋這樣子 是不是 股市大悶鍋 我們在股市大悶鍋 我們節目想不完的創意 想不完的股票 創意Eason老師之前也介紹不錯 有 你看我們節目多有創意 記得要按讚 按讚 訂閱 訂閱 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因為看不到這樣子 這麼幽默的財經節目 不只是原因 CPI 你看我們那時候去年就一直講 好多人都不相信 我覺得現在很多財機的YouTuber 或財經的節目 都有在講CPI 我們是講很多一些未來 還有懸購的概念股 所以覺得我們節目很精彩的話 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就是我們節目精彩的話 訂閱我們頻道開啟小鈴鐺 還有我們今天表演的 不代表政治立場 不是喔 不代表政治立場 這個沒有代表什麼 你們不要博俊一下 不要生氣喔 所以怎樣 每週一到週五晚間 8點上線 135解牌影片 244交全影片 狀況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eefeefee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政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